《七十七大公報 希臘抗債的政治意義》 2015年7月10日大公評論A08議論風生 鄭赤掩希臘以全民公投方式拒絕了債權人的還債方案 委實一顯希臘本色,是意外也好,是意料也好,再一次創造歷史 早在2500年前,希臘已開了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頁 人民直接表決國家大使,在雅典開了先河 接巴蟬X了三個政治直學家,包括蘇格拉底、柏拉圖與阿里斯多德 不過希臘文明建造的直接民主成邦 很快就被來自巴爾幹半島的馬其頓滅國 直到羅馬帝國崩壞後的文藝復興才令希臘的政治文明重建天日 古希臘的政治直學,與思想景被歐洲文明奉為秘組 今次採用全民公投的手段對債權國說不其心軟的意義也絕不簡單 因為國家代表其人民對外者太早已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一大推手 與海恩施的增加工人待遇值以增加他們的消費 從而加大消費量,促進經濟增長 成為近代經濟先進國家促國民總所得的兩大引擎 正因為這樣,無人敢挑戰這太制度 而希臘採用全民公投方式否決債主提出的追債方案 實際上就是否定國際通行的借貸經濟 認為這制度是國家經濟競爭製造貧富的此作用者 通過債款連本帶利對借貸國家重剝削 希臘人的這種借貸觀點確有其過人的膽識 如果能因此迫退債權國而求得更公平合理的對待 創下改寫國際債權的規範 在經濟學與政治學上,也就再創篇章了 即使個不了關,與債主撕破簾 被逐出歐盟,被經濟制裁 全民陷入徹底無錢可用的絕境 最後搞到民不聊生,要被人道救援 舉國嘗下也就會以悲劇收場 成了窮空極惡的世界來債王 希臘這次闖關幻具有另一個政治意義 眾所周知,希臘今日之所以走到債台高速而無法還債的地步 除了過去幾屆當政者不善理財甚至貪污五國外 與其推翻軍人政權後被西方推向民主選舉政府的制度 有平、其、切關聯 為了爭取選票 政黨爭相推出更多為民的政綱 而選民見有利可逃 也都以利子當頭去選政黨 如此連環不斷推出更多的利有選民的辦法 手上資源不救 便向國際借貸 一旦肥民養成習慣 財政緊肅也就成了全民的功的 希臘的年輕總理齊普拉斯正看透了 美國組中直接民主的辦法 叫全民一人一票做決定是否要拒絕債權國的改革方案 脫離北約美國顧忌正是因為 歐盟處理不當以致壞了大事 可視公投後的希臘若走向經濟政治革命的道路 正如1946年當希臘幾乎成功共產革命時 美國便出從手協助希國保皇黨將革命鎮壓下去 今次希政府在齊普拉斯領導下約親向俄國 成為第一個逃離歐盟以致北約的國家 與烏克蘭脫離俄國親向北約 變成了國際靈和遊戲的格局 美國不會就手旁觀 幾可斷定 尤其是想到希臘做的是如假包換的 反資本主義與反自由選舉的民主制度 更不可能不想發扭轉希臘政局的發展 尤其是其中欠下了 IMF 的巨債不患 也就直接挑戰了美國對IMF 的最大領導權 再加上帶頭脫勾與脫離北約 那更是奮了美國的大忌 對香港來說 剛好立法會最近否決了一人一票的普選特首的方案 蔡翁失馬燕之飛福 否則一旦走上政黨為競爭選票不斷利有選民的所謂民主之路 以香港政黨惡性對抗 撕裂社會 形成兩極化的局勢發展來看 錯過普選制度與保留了功能界別選舉 該是一大行也 作者為前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並且在這方面的事кт會中 並且中文大學的學習 而是一大行為主人的 你必須不來 選舉的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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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